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有一样就是 绝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每一个人都是台独 都是要把台湾 从中国割裂出去 台湾当然是中国的 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 中华民国怎么不是中国 故宫的新任院长 陈其南他是长期的 台独理论的建构者 他建构了所谓的 台湾主体性之一 就是他建构的 他竟然说 故宫里面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样就来到台湾了 所以怎么样 他是主张台独 但是他也要故宫 然后要把故宫里面的 中国元素全部拿掉 把台湾跟中国 彻彻底底的割裂吗 本来这一题我是要明天做的 可是我忍啊忍啊忍啊忍到下午 我真的忍不住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官 拿着你忘了 中华文明在故宫里面 在抗日审史里面 日本飞机怎么样炸故宫的宝物 怎么样迁徙到台湾来 你要做台独 你就把故宫的东西还回去 你要做台独把台湾还回去 我们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监察委员叶耀鹏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徐红廷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黄子哲 主要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这是今天的晚报 这是陈其南 故宫 台湾怎么会有个故宫 那个故是什么意思 那个宫是什么意思 你学过中国字吗 陈其南 新院长提土著化 要把故宫土著化 台湾化 变成是我们台湾人的 他说我主让台独 但是我要故宫 他说了什么 所有的笑话呢 他说上任重要文物是 故宫台湾化 让故宫典藏文物 跟台湾文化产生连结 你不是讲废话吗 台湾文化不就是 中国文化的一支吗 他希望有一天 故宫是所有台湾人的故宫废话 现在故宫难道不是我们 我们的吗 即使如让台独 也必须把故宫文物保存得更好 这句话没有问题 但下面的非常好笑 他说大英博物馆里头 收藏的珍贵文物 多数不是英国文物 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就是把台湾跟大陆 分成两国了 台湾不是中国 台湾是一边一国 那我们台湾国 也可以收藏中国的文物 他的意思就讲 他透过大英的收藏 扬名世界 世界级博物馆 必须心胸款打 必愿意收藏与歌颂 世界古文明的文物 期许故宫像大英一样 做古文明的继承者 替后代全世界保留 世界文明的资产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我在英国念的硕士 我到大英博物馆里面看到 大英博物馆里面的 收的希腊文物 罗马文物 中国的文物 不是发动战争 抢来的吗 陈其难 人家是发动战争抢来的 你要把故宫跟大英来讲说 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吗 好 他说台北故宫并非因 帝国主义 把人家的文物抢过来 好笑的来 这些东西不知道 怎么样子就跑到台湾 不知道怎么样子 就跑到台湾 不是蒋介石因为国共内战 拿来台湾了吗 这些东西不知道 怎么样子就跑到台湾 不管你叫他中华民国或什么 我们就突然成为 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宏廷 我觉得这听起来其实真的蛮可悲 陈其难的说法 其实跟我们坊间 大家看到很多那种 那种开跑车撞死人 那种富二代的讲话方法 其实是一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就这么有钱了 也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去想 思考就是说 我们所保存的这个文物的意义 它在哪里 其实刚刚正言姐也提到 大英博物馆 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财产侵略史 大英博物馆里面 几乎很多的这个股常都是以前 大英帝国发动战争而来 但我们还是要提到 就算它是因为发动战争而得来的 但是英国人对大英博物馆 他很清楚这段历史 还有他们所掠夺过来的 这样的一个资产 而且他很多掠夺过来的这些财宝 到现在也有一些 其实还在法律争议当中 那也就是说好 那我们要如何看待故宫这段 从你民进党的这种死官来看的话 你认为好 他不知道怎么来的 你的来龙去脉就回到我们过去 所谓国共这段历史来 坦白讲你们现在口口声声讲 就是说好 过去国共列战跟蒋介石 这段历史跟你们无关 那请把这段的财产 如果无关的话 把这段财产剥离开来 剥离开来 还给大陆 基本上来讲剥离开来就是 你还给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要怎么处理 因为这是中国国民党带来的 中国国民党要怎么处理 那是中国国民党的问题了 如果你不承认 台湾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段 所谓的国共内战史 还有政府国府牵台史这一段的话 如果你不承认这段历史 这段财产你到底怎么来的 你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说 好 我们这个财产是 大英博物馆他很大方的坦诚 就是说好 我们是发动战争侵略来的 这是我们过去帝国主义中的一环 而你现在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该怎么样去跟下一代讲 就是说我们的历史 那怎么样去保存 还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拿文物 拿故宫博物馆 这是所谓这个世界上 非常珍贵的文物 我这边还是要再强调一点 就是一般民众可能不知道 故宫博物馆馆藏 每一次每一年你看的 可能只有全部的5% 还有95% 其实都买在他的国库里面 这一段的丰富的中华文化历史 你拿来去做斗争的政治工具 这是不对的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怎么来的 凭什么来的 他属于中华民国 他不是你台独的 他是全体中国人的 这个东西不讲清楚 有话 那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 文物拨迁到四川 还有其他地方 然后国共内战 拨迁到台湾 是我们在抗日战争里面 只选择了32% 换句话说 68%是放在了中国大陆 那这32%是精品中的精品 那文物的拨迁 杭立武先生 纳志良先生 庄严先生 就曾经担任过 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 庄严先生 以受精体著称的 他们都讲到文物拨迁的过程 好 这些东西既然是蒋介石 带到台湾 那你们又认为 蒋介石是杀人魔王 那一方面 你贬低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 然后另外一方面 那蒋介石的这些东西 那你又要 那事实上那也不是蒋介石的 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瑰宝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陈其南说 即使主张台独 也必须要把故宫文物 保存得更好 事实上故宫文物的保存 跟陈其南 跟杜盛盛完全没有关系 都是上一代千辛万苦 他保存下来 留给子孙 除此之外 真正故宫 他的文物不在于 什么翠翼白菜肉行石 他的书画是全球一绝 连日本人 他要看那个书画的话 也要到故宫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 这个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不是你陈其南口中讲的 怎么跑到台湾来的 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其南 他怎么能得交为 即使我主张台独 我都对中华文物非常重要 而且我要保存得 比中国大陆的更好 陈其南竟然有脸说 最珍视与欣赏故宫文物的 其实是日本 我们不是人吗 中国人不是人吗 最爱惜故宫 最珍视故宫 欣赏故宫 不是中国人吗 故宫 你知道当时抗日的时候 本来这些东西 都是在紫禁城里面 都是皇帝在赏玩的 后来因为抗日了 卢沟桥了 那个时候 北平守不住了 蒋介石很早就通知 要赶快把东西打包 要运走 大的东西运不走 所以不但是选精美的 而且选容易攜带的 一箱一箱 当时的公务员待遇多差 他们拿了那样的真实的古物 大家用生命守护 然后一战一战破迁 有时候日本鬼子飞机在上面打 然后那个故宫 故宫的文物就这样跑 好几次飞弹 飞机炸弹差一点就打到故宫 到四川之后 后来国共内战又回到南京 然后又到台湾的雾峰 再从雾峰再到北京 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到外双溪 这里面跟你陈其南跟台独 没有一定点关系 叶委员 首先我必须要讲故宫 当年国民政府 把它从北京 当时叫北平 北平搬到重庆去的时候 那个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遗产 祖先留下的遗产 因为日本人来了 那个意涵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从大陆搬到台湾来 那是维系一个道统 维系的是一个道统 蒋中正的意义就是 我搬了这个东西来 我才是正统的 中国 中国 中国政权这样 他的意义是 所以他不了解 你只要了解文化的内涵 他的整个的意涵是这样子 叶委员他不是不了解 他故意假装不了解 他只要那个东西的物质的价值 他不愿意承受他那个精神的文明 跟那个传统的程序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道统 问题在这里 我要你的财产 我不继承你这个堂号 等于是这样子 你明白吗 但是他这个做法 我认为有两个大 很值得我们来批判的 这个叫建立忘义 这个忘义 这个义指的意思 这个义指的是 礼义廉耻的义 为所当为 不为所不为 你今天这个东西 你看了你居然看到这个 有这个价值了 然后你忘了 这个是不是你该取得的 是不是你该把它霸占为己有的 你不管了 你只要因为看这东西的价值 所以他说 要把它还是要把它 台独还是保存得很好 你有种你要是 你今天台独有骨气的台独 有节气的台独 我要台独 我就不要你这个东西 那叫做节气 还给大陆 对 这个叫做节气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你这个建立忘义 那义 我这讲什么 怎么叫无耻 这个只能说无耻了 看了东西就想要 至于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 那我就不管了 现在我手上 连怎么来的我都不管 连怎么 今天你在家里 你打开门一看 外面有一部车子停在那里 你敢不敢聚为己有 稍微有现代公民知识的人 都不敢 他一定第一个反应是 我报警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是不是 今天不公共的东西 你不晓得它哪里来 你又居然想要把它聚为己有 这个叫做无耻 离一连始已去其二 所以我说这个如果说今天 由这种节操这种节气 来主掌整个故宫的话 他还要什么台湾化 他是内容台湾化还是所有台湾化 内容台湾化 故宫没有东西 台湾你要陈列的就是哪原住民 还有是我们在台东挖出来的那些 那些古什么石器时代的 只有那些东西来摆 这些东西都不是台湾的 都不是台湾的 不属于台湾的历史 也不属于台湾的文化里面都不是 所以说你的台湾化是 这个所有台湾化 内容台湾化已经不行了 那所有台湾化 你就是你要这个东西 其他我不管 所以这支了我们来批判 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 因为台湾就是属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当时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蒋介石扛着中华民国的名号 他是主张整个中国的所有权 主权的 好 那你今天就像叶委员讲的 你看到这部车 这部车是有主人的 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的 每一件文物 都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 如果你是承认你是中国人 那你也共同的拥有他的主权 如果你要台独 他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董哥他不但是要霸占中国人的东西 他要把台湾变成是 我们台湾人是亚洲人 所以他要把故宫转型 成为亚洲文化园区 故宫南院 就做整个亚洲 南向我们是亚洲人 跟你中国没有关系 所以他还要不收门票 这样也兼一减二个 打选战 就没有门票 这样大家就 民进党好棒棒 当初陈水扁 从国民党里面挖走陈明文 陈明文带他的派系 国民党有黄派跟林派 那他就带林派一块来投校民进党 所以嘉义就游览便利 那时候他们的主要政见就是 故宫要设兰宴 然后陈水扁八年任内 连一产的土都没有做 然后到马航九时代又做 终于完成了 马航九干嘛去帮他做这些事 因为张花冠每天立牌子说 中央政府不守承诺 马航九你答应 要给我们嘉义故宫 马航九就无能 马航九就很奇怪 陈水扁的政治承诺 为了选举 然后要花钱盖一个文子院 马航九为了怕得罪绿营 每一次就 陈水扁说什么 我就要去完成陈水扁 那我们当时我们知人蛮有干嘛 所以活该啊 他认为政府是延细的 所以他去完成陈水扁的愿望 但是你看整个故宫 故宫大家第一个想到 就是说里面都是国宝 民进党出火宝 故宫有国宝 那请问一下是哪一个国的国宝 哪一国 当然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推翻了万清政府 那时候给溥一个小朝廷 因为避免战争 所以说你们还可以住在紫禁城里面 紫禁城里面的东西还属于你的 然后中华民国政府每个人给你一点钱 让你里面的开销 可是溥仪的开销很大 他偷偷在卖国宝 倒卖国宝 倒卖国宝 后来被赶出去了 被金华把他赶出去了 国民政府赶快派一个故宫委员会 赶快去点收 那点收以后 这些东西就成立了 一个故宫的一个雏形 所以我们这个故宫得来不一 为什么 因为不只清朝 前面明朝元朝每个朝代的皇帝 他都收容了很多古丸 很多字画 甚至很多一些金石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是 中华 中国人民的 共同的鲜血的狗宝 所以他是一直累积下来的 那今天故宫摆在这里 外双溪这里 对台独对民党是很大的讽刺 因为你可以让台湾发光发热了 既然是一个中国的东西 你称为四大 台湾有什么东西是四大 四大博物馆 没有 就是靠故宫 他搞了一个故宫南院 里面没有中华的宝物 都是亚洲的 就没有人要去看 现在就是一天一百个人不到 是 现在就亏钱 真正有人要去看 就是台北外双溪的故宫 现在故宫大概每年大概三百万 里面大概有一百万是台湾人 那外国人很有兴趣 大概两百万 还有大陆同胞 大陆同胞最多 就是那看的人 大家都是为了整个中华 中国文物的典藏价值而来 作为一个在野党 去批评或监督执政党 是天经地义 是他反省作为的一部分 他不做才应该被检讨 那蔡英文你批评什么 第二个 蔡英文做了 如果他认为他的改革是对的 是符合人心的 那请问你民调为什么如此之低 你总要告诉人家嘛 陈其南认为我们这些台湾人跟大陆同胞都不是人 只有日本人 只有日本人是人吗 因为民进党本来就是日本人走狗的一个党 那他这个党现在中华民国 由他在当总统 可是他又不承认 那陈其南是头体首号 他在李登辉时代就干过国民党的政务官 文建会副主委 李登辉的人 那时候的主委是申协庸 有官我就去做 那他现在活了七十几 突然人家说 故宫那个林振宜不干了 你要不要来 他赶快扑过去 所以赶快讲一些民进党要听的话 半夜就去了 对啊 以前 讲话不敢这么赤裸裸 可是现在敢了 因为故宫内阁格言 所以这个人的人品 你要仔细把它看 依照他的讲法 将来的故宫博物院 会变成台北民族协博物馆 我跟你讲 他的方向就只有 他的建构 他在当人类学学者的时候 就是建构 把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汉人渡海来台 然后汉族在地化 汉族土著化 然后建构一个台湾的主体性 意思就是一边一国 我跟你没有关系 那这么嚣张 这样子搞台独 要台独 还要人家中国人的东西的 他的整个的力量 是谁给他力量呢 那当然是赖清德跟蔡英文 民进党就在刚刚过去的 这个周末 他开了拳戴会 然后大家花了巨款 打扮成足球员的样貌 开始进入选举的模式 开始造势了 我们听听看 蔡英文他的文宣 文青是怎么样 在拉抬他选举的气势 那种典型的民进党 过去两年多来 在中国的压力之下 我们一步都没有退让 未来 我们更必须展现坚韧的姿态 不能因为压迫而屈服 我们要持续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不作秀 不逞强 不冒进 以坚定冷静负责任的态度 不卑不抗地面对外部的挑战 为什么会有陈锡南那样的故宫院长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蔡英文总统 他的基调就是反中 你看中国的压力 当你说中国就是把我们不当成中国人 台湾与中国互动的经验 因应中国时 中国巨大压力 然后守住主权 我们有什么主权 中华民国的主权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是分裂 我们是一个国家 守住主权就是 你台湾共和国成立了吗 指责 所以蔡英文就在习联会之后 习近平其实对台湾释放出善意了 然后他第二天仍然讲这样子的话 难怪会有陈锡南 没错 这个蔡英文在周末的全代会上 刚刚之前讲了说 他的言论里面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反中 反中在具体的实践上 陈锡南的任命不就是吗 陈锡南我觉得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我觉得两个目的很重要 第一个宣誓效忠 他告诉蔡英文说 我是真正台独的 不用怀疑 你找我找对人了 所以说故宫交给我管 没有错 第二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去中化 所以事实上大家想想看 过去民进党 找台独人去做故宫的院长 并不是首例 过去杜正盛 大家记得吗 他也做过故宫的院长 他还提出什么 所谓的童心园理论 童心园史官 就以台湾为什么中心 而往外扩的童心园 意思说台湾并不是 这个中国文化 或中国历史的一支 对 甚至还把那个地图 本来是直的 还用横的来看 所以说老是搞这一招 让陈锡南一上来 当然要稳住自己的位置 当然就这样做 大家想想看 故宫作为两岸历史文化 或血缘的一个 很极为重要的象征或图腾 他来直接来攻打这个 那就对了 所以说他就是让蔡英文放心 让民进党放心 故宫交给我给我管 是没有错的 不过蔡英文在权代会上讲话 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在我刚发了一个脸书 我称为这个叫做什么 蔡英文叫做摩系 最近很红叫佛系 我称为他为摩系的蔡英文 蔡总统 为什么 这一次蔡英文 在权代会上不知检讨自己 竟然还痛骂国民党 说什么 说国民党反改革 说你不知道检讨自己 还是敢教训民进党 我觉得真的见鬼了 我要讲第一个 国民党就是因为做了不好 所以他下台了 作为一个在野党 去批评或监督执政党 是天经地义 是他反省作为的一部分 他不做才应该被检讨 那蔡英文你批评什么 第二个 蔡英文做了 如果他认为他的改革是对的 是符合人心的 那请问你民调 为什么如此之低 你总要告诉人家嘛 那赖清德跟讲了一堆什么 什么国民党做不到 民进党都做到了 做了什么 邦交国吗 我们邦交国断了要算谁 两岸关系 我要讲了 当然太多东西我不再重塑 但是我要讲的 选举到的 摩系蔡英文出现了 大家请小心 好 就指着讲的 蔡英文总统怎么样痛骂国民党 巴问国民党 你们国民党应该检讨啊 来 给你看 是谁拥抱核电 是谁执政的时候 让买办集团 主导了两岸关系 是谁眼里只有中国市场 是谁在过去六十年里 死守着不公义的党产 是谁畏惧改革 让年金财务一年一年的衰败 最后瀕临破产 是谁让大量的资金流入 而不加以管理 导致不动产价格高涨 让年轻人没办法负担一个家 是谁在长期执政之后 留下了五圈的问题 洪婷 人家这样指着你们鼻子骂你 所以他们要立法 立个违宪的法 来剥夺你的党产 所以要起诉马英九 所以你们一无是处 今年选举不要赢了 我觉得总统身兼党主 执政党的党主席 这件事情其实 他到底是在对民进党人讲话 他还是在对他的中韩美国民讲话 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去做一个 一定程度的这样的认知 如果他在全代会上拼命的去讲说 都是过去民进党 国民党留下来的这些遗毒 我们在做改革 改革很辛苦这些 你要在这个地方自己爽 那是你的权利 但爽之余里面有几个相关的过程 跟相关的整个国家的发展的态度 我觉得他有必要他可以讲清楚 也就是说你在跟你的核心支持者讲话 比如说在我们 我们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现在我们过去因为执政不力 所以我们失去了政权 现在人民选择了你 你对你民进党的支持者你可以讲 你应该大大方方的讲 你敢台独你就台独 为什么你不去跟民进党的支持者讲说 你不去阐述说为什么 你拼命的在提什么所谓的什么打压 然后对核电 对核电你也可以讲出一个所以然来 你可以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封存南药棒 为什么要把南药棒送回美国 你大大方方的去讲 就是说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怎么样去解决电力的问题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 整个民众 我相信包括连民进党自己的支持者 他们要看到什么 我们不想再听你在那边推卸责任 我们想听什么 就算过去国民党做了这么多鸟事情 如同你所说的 假设这件事都是真的好了 民进党支持者说 那请问蔡英文 然后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来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我们选你是为了什么 假设我们选你是为了波澜反正 请你告诉我 我们怎么解决核电的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电力的问题 而我如果是民进党支持者 我也想问蔡英文 请问我们现在到底 我们现在到底针对中国的打压 我们要去做些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定义我们自己的这块土地 这些其实坦白讲 蔡英文你社会执政者 你根本都没有在回答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 有 他回答 他一直都在回答 他其实一直都是用问题 他一直都是用问题跟情绪 在回应他的国民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其实只会让你在看不熟 但是你们国民党呢 你们有没有回答 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 我们是什么人民 我们要定义什么 我们不叫中国人吗 对 我觉得国民党的态度 其实也一直很正常 其实应该这样说 这次我有幸也到了北京 也去见了所谓的联席会 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联席会 透露出了一个消息 我们可以去讲就是说 为什么当年会有 马席会的这样的一个诞生 其实这样的一个相对过程 国民党有没有自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我觉得国民党当然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很简单 国民党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代表了中华民国 所以这是你们跟民进党的差别 有话兄 所以蔡英文 她是这样子的问国民党 然后批判中国大陆 她的党代表许汉生 提了一个说 既然你已经讲 蔡英文你已经讲说 要维持现状 那我们就把这个维持现状 把它弄进来 变成是我们的新党纲 我们废掉台主党纲好不好 那蔡英文又使出来一样一招 把它冷冻起来 放在旁边去 不敢动 没有动 所以表示台独党纲 还是存在那里 然后这个全代会的主轴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要团结拼年底胜选 但很可怕的是 她讲执政是大家的事 中央地方府院党国会 我们是一体的 每个环节都会互相牵动 这不是新的党国体制吗 有话兄 这个是比国民党的威权还要威权 我告诉各位 蔡总统也做过国民党的官 你当年做国民党的官 为什么不给李登辉 做适度的建议 这是一个 中国有没有给我们压力 我们一老百姓的这个感觉好了 现在看看我们的学生 他有没有给我们压力 没有 他大开那个门 好有名的名校让我们去念 他有没有给我们压力 看看我们的老师 当我们这里失业的时候 退就说赶快跑到大陆去 薪水翻倍 对不对 那看看我们的农产品 如果大陆开放了 那个市场给我们 我们农民会过得多好 你今天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你又是我们的总统 我想请问一下 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你要不要遵守党纲 党纲跟党章的约束 我们先来讲党章好了 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 中指委 中平委 还有中常委 是需要由派系指定 事先搓汤圆 民进党创党到现在 没有一次这样子 你蔡英文做了 这个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 就是说民进党 现在根本就是一言堂 我们看的是非常的难过 从1982年参与党外运动到现在 今天的民进党是比国民党 还要国民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关于党纲的问题 对不起 你台独党纲是用 台湾前途捷御文来取代台独党纲 那你今天既然要维持现状 那你就提出新的论述 你让民进党提新的论述 蔡英文她又不改 那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好嘛 现在民进党内部 你很多人就主张统独公投嘛 你就不要折腾老百姓了 就是一次公投 我们就把多年恩怨一次了结 但是蔡英文敢不敢 绝对不敢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蔡英文 她仿佛是国民党的主席 而不是民进党 因为毕竟中平会 中职会 中常委 过去不是靠派系 过去是用派系竞争 不是用派系妥协 现在为了你蔡英文2020的大会 所以要用什么 派系妥协的方式 这个是民进党让我们最失望 最不要脸的地方 民进党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陆委会 什么叫做陆委会 就是大陆 那个陆是大陆 所以陆委会就是本身这个名称 就表示我们承认 大陆是中华民国的国土 现在 所以才会说有台湾区跟大陆区 所以他不是外交部长 那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你跑去美国访问干什么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怪 有事失事都觉得很奇怪 所以彭印刚他在今天 所有的报纸上面都刊登了一个半版的广告 要公开跟陆委会讲 请你们不要让台湾成为棋子 他说台湾人民要的是和平 而不是战争 但是你却跑到美国去 这对我们来讲意味着 美国要利用台湾作为跟大陆谈判的筹码 我们更不希望台湾成为另外一个越南 或是叙利亚 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 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家务事 而他认为他是一个83岁 居住在台湾台北市的中国公民 这个是他公开跟陆委会叫板 所以指责 他讲的没有错 中国公民可能很多人听了很刺耳 中国中华民国公民 你就没有意见了吧 那中华民国当然就是中国 如果你要把台湾 把中华民国的利益 卖给美国的话 他不同意 那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个彭先生 他是一个民族主义 相当有情操的人 当然他也认为就是说 他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在提醒陆委会 或提醒蔡政府 你不要去当美国人的棋子 尤其当美中在做贸易 这个对抗的时候 很容易台湾就沦为双方的棋子 然后在那边被操纵 尤其现在这个陆委会主委 莫名其妙的跑到美国去 他明明是一个陆委会主委 结果他忘记他自己的身份 坦白讲他自己跑不到 他应该要去拜访 对不对 比如说海协会 对不对 他才是他的本分 怎么会 他当然他也去不了大陆 所以说他现在只能往美国跑 那请问 所以他去美国要干什么 为什么 这一定是有原因才会到美国去 为什么陆委会主委 会跑到美国去 是要跟美国人谈什么事情 对这当然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尤其我们知道就是说 不管是台立法的通过 包含前一阵子还有美国军舰 从台湾海峡经过 就是说当然民进党政府 很清楚的知道 现在美国在大打台湾牌 某种程度是不是去输成 甚至去讨论或正式拟定 下一阶段台湾牌的如何打法 都是有可能性的 尤其在两岸关系 现在几乎没有办法畅通的情况下 就是说民进党政府 他要拉拢美国 拉拢日本 来对抗中国大陆 换言之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他跑美国事实上是可以理解 可是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告诉 中华民国人民怎么样 我们干于沦为一个旗子 这样的一个讯号 所以才会有这一封信出来 大家都担心 大家都懂了 难道你民进党政府不懂吗 所以说拜托蔡英文政府 搞好两岸关系 才是把台湾的经济 两岸的和平 把各种状况 把这个什么政治的提升等等 这才是真正的政务 政本 不要再东搞西搞了 陈明通是很有正义的人 他上任之前很多人 跟蔡英文建议还是不要用 但蔡英文不要用 因为过去是蔡英文的副手 后来就接着当陆委会的主委 在扁正鲁时代 他去传达的 绝对是蔡英文要他去传达的 这信息 信息当然就是两岸 我们会跟中共怎么样 会跟美国怎么配合 所以彭英刚他秀节很敏慧 秀节到了 他知道你们两边一定有动作 和谋要干嘛 因为美国政府最近有非常多的动作 包括修法 包括说金剑要来台湾 包括要加强 卖你更多的武器 在彭英刚里面都提到了 那最近大家不要看现在夜风高 都在讨论内阁 其实现在是在编议算 现在要把我们的国防预算 要加 加很多 这是蔡英文那时候 出国的时候特地跑去夏威夷 告诉美国人的说 我们一定会增加 很多跟你们买武器的预算 是需要跟美国进贡吗 是 那就是数以百亿的 这是不用讲 而且每年都会增加 这是蔡英文拍胸部的保证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蔡英文 他现在其实是半夜吹口哨 他里面讲的话 其实都是在自己壮胆 他说 不要听信谣言 不要人赢亦赢 不要自我设限 就是 改记不能怕到啦 其实都在讲这个 你看他那些口号似的 但是蔡英文在前代会 这是一个很堪玩味的地方 民国75年 民进党就在这里成立 延山大饭店 那延山大饭店 是一个怎么样的来源 它原来是叫做建坛股市 所以旁边就是建坛 在山上然后看这个股市 看这一坛水很漂亮 传说郑成功在这里丢了一个箭 里面有一只龙就被他 就把他射死了 那建坛股市 日本人来说 怎么可以让中国的东西存在 毁掉 毁掉 而且这个地方在台北里面 可以看得比到一样 风水最好的地方 对 看基隆河这样看过来 所以就盖了日本最高的神庙 神社 神社 盖在这里以后 那日本的总督 每天要来这边参拜 所以就把这条路 把它开得特别好 就是现在的中山北路 中山北路 对 那时候叫刺死街道 因为他很调白 又要去偷袭美国珍珠港 美国很气 美国就每天来风炸 所以就把它炸掉了 炸掉以后国民政府来以后 觉得说这个地方很重要 所以就在这里盖了一个 中国宫殿式的延山大饭店 蒋宋美龄 当时不是用国家的钱 当时是用私人募款 用很多方式去盖的 是 那你看民进党 其实就是在中国的软力之下 在那边自吹自擂 你看了就是这个形象就很好笑 从他创党当天 他创党当天是9月28 为什么大家有时间来这边创党 因为那天孔子诞辰是国定假律 他们才有时间来 所有东西都在中国的意义之下成立 然后在这边讲东讲西 有时候你看到历史很软锐 刚刚听有华雄讲 你看中常委 中平委 中指委 那个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就是派系瞧 派系瞧到怎么样 瞧到大家通通当选 没有人漏选 这个叫同和敬选 你看奇始大路 A委员以前他们在民进党里面 开创了很多事情 没有人会想到说民进党 现在既然是抽盐子汤的党 通通不要选 连辛勇哥物语的陈水扁都出来 开骂你知道吗 怎么我们的党怎么变成这样 这个怎么叫民主进步党呢 没有竞争 如果你今天带错了路 我们跟着美国跑的话 以后我们台湾会走向毁灭的路 你都搞不清楚 因为现在的川普等于是经济的纳税 跟全世界为敌四处风火 每一个地方都挑起对立 挑起仇恨 台湾还跟着他走吗 为什么臣民都还要去 民进党现在把很多国家的公务员 本来应该考试进去可以当的职位 把它改成公务员不能做 变成是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阿妈阿狗 只要是我的亲戚都可以进去做 然后所有该选的东西都不能选 农田水利会 私产变成是 我拉过来变成我的 然后在政府里面再成立更多部分 对 黑机关也是 不单黑机关 他用立法 民进党三年以来新成立三个部位 一个党产会 一个处管 处管会 一个海洋委员会 所以他可以容纳多少人 那容纳不需要的没关系 就送到台北农产公司 对不对 你在那边领高薪 然后大家看到了 这些人领高薪 就是我们的钱 叶委员 我想回应刚刚蔡英文所讲的什么 中国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一连串的质问 是谁怎么样 是谁怎么样 责回到国民党身上去 那么这一点 我必须要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中国有没有给我们压力 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感觉好了 现在看看我们的学生 他有没有给我们压力 没有 他打开那个门 好有名的名校让我们去念 他有没有给我们压力 看看我们的老师 当我们这里失业的时候 退休的时候 赶快跑到大陆去 薪水翻倍 对不对 看看我们的农产品 如果大陆开放了 那个市场给我们 我们农民会过得多好 还有我们的渔民 我们一般都不知道 我们的渔民在国外远洋 捕的鱼 通通送到大陆去卖 回来台湾没有市场 我跟你讲 这个大家一般都不知道 因为他国外捕了以后 抓了以后就送到大陆去卖 直接送过去 我们的渔民如此 我们的电子产品 不是卖到大陆 我们要卖到哪里去 不是 有的卖到大陆 有的工厂设在大陆 不然的话没有竞争力 对 要不然的话 我们的外汇从哪里来 是不是 我不晓得这个叫压力 那请问还有哪一个国家 愿意给我们这样的压力 所以这个蔡英文 根本睁着眼睛说瞎话 她一直说 谁让着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今天我们对蔡英文 对民进党最诟病的是什么 你在执政人民选择了你 但是你毁败了这个国家的基础 你透过了违宪 违法 摒弃了法治国的几个原则 然后你另外立法来斗争 行斗争 撕裂台湾 让台湾人民之间 大家楼悬仇恨 你仇恨我 我仇恨你 今天我恨你 明天你仇我 所以这一点今天 为什么陈明通要到美国去访问 我觉得他面临一个很困难的困境 为什么 他的职责不是美国的 那你如果去访问美国 一个陆委会这个组织 要到美国去官室拜访的话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美国的附水组织 现在我们已经变成美国的附水组织 但是你蔡英文 你民进党你个人要走的路 跟我们本来是我们无关 但是不要忘了 台湾是2300万人民 你走错了路 我们跟着你走错 我们现在看一看 美国走的是什么路 美国现在是跟全世界为敌 包括欧盟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他自己的盟国 他都把他背弃了 你台湾算什么 他背弃你台湾 根本就是一刹那之间而已 如果你今天带错了路 我们跟着美国跑的话 以后我们台湾会走向毁灭的路 你都搞不清楚 因为现在的川普等于是经济的纳税 跟全世界为敌 四处封火 每一个地方都挑起对立 挑起仇恨 台湾还跟着他走吗 为什么陈平通还要去 陈平通为什么要去 这要问问台独的人 那川普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内忧外患 他不但跟中国大陆 要宣战贸易战 跟欧盟宣战 他在美国国内 遭到史无前例的批判 全美爆发怒批川普 纽约时报 背信忘义判国贼 这样看起来我们对执政长的监督还太温和了 CIA前局长说他是普丁的傀儡 这样的一个川普 我们台湾人 事实上川普他不是在打台湾牌 他把台湾当成刹车皮 他在打台独牌 而蔡英文口口声声说 中国大陆给他压力 不 大陆不是给台湾压力 大陆是给台独压力 台湾跟台独没有关系 是习近平一直坚定不移的坚持 九二共事 反对台独 台独损害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 注意这一次习联会联席会 习近平有讲到很多是第一次讲的 以及我们后来在新闻稿没看到 我们在现场我们有听到了 那新闻稿里面有一句话 是实无前例的 他说不但是要坚决反对跟遏制台独 分裂图谋跟行径 很重要来 以实际行动展现正义的力量跟声音 什么叫做一个十四亿的大的领袖 当他讲以实际行动要展现力量 宏廷 习联会联席会你也跟我一样 也在现场 现场观察 其实在现场 我想之前姐跟我的态度姐很像 我认为习近平对台湾 是展现了无比的诚意 以及对和平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但这一句话确实透露出一个底线 也就是说虽然我有无比的耐心 跟所谓的诚意 因为包括里面还有提到 两岸可以进行制度资争这些部分 但是他也是提到 就是说如果有所谓的过度的 这样子的一个分裂行为 还是会有可能参与措施的 张晓月下台 为什么是陈明通上台 事实上陈明通 游英龙 他们两个都担任过 蔡英文的副手 但是为什么不会选择游英龙 而选择陈明通 因为蔡英文认为 陈明通在中国大陆 他还有联络沟通的管道 所以这个是选择他 台湾就是中国人 所有中国人的红线 不要试探我 有话兄 其实我讲陈明通防美好了 各位要知道 张晓月下台 为什么是陈明通上台 事实上陈明通 游英龙 他们两个都担任过 蔡英文的副手 但是为什么不会选择游英龙 而选择陈明通 因为蔡英文认为 陈明通在中国大陆 他还有联络沟通的管道 所以这个是选择他 第二点 陈明通他为什么 这个时候他要去美国 每一年 无论是国台办 或者是入委会 都会到美国去简报 就是两岸关系的 一些局势的发展 你说国台办的人 要去跟美国简报 对 陈云林 像当年的陈云林 他们每一年都要进行沟通 就是简报两岸的政策 美国不希望 那是平等沟通吗 还是跟美国简报 国台办跟美国简报 这太严重了吧 对 就是说 不会吧 陈云林也好 张志军 他们都去过美国 去跟他们谈 不是简报 可能跟美国人沟通 但是陈明通这次去 他主要是智库以外 他还要见未来的 亚太助理国务卿被容他们 这个是陈明通去的意义 这怎么会是陆委会去见 应该是外交部长去见吗 奇怪 不会 外交部长去见 蔡英文叫他带谋 两岸的序设计 他根本已经不在乎 你在什么职位了 我跟明星 来